很多时候朋友可能会突然就是在看病了以后 或者是说今天我们在挂了急诊 甚至住院以后 收到不同地方来的一个账单 可能从医院 可能从救护车 或者是急诊室 那不管是今天从哪一方来的账单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的是要看一下 我们这个账单的来源 到底是从这些医疗机构 还是从保险公司送进来的EOB 叫做Explanation of Benefits 因为如果说今天不是从保险公司送进来的EOB 那我们收到这些账单的话呢 我们首要的就是把我们的ID卡copy了以后 跟着这个账单把它传真回去 或是寄回去 让他们知道我们有保险的cover 譬如说今天我坐了救护车 可能来了一张账单是上千块钱 可是也许他们没有收到我们的保险卡 那如果这个时候把保险卡付出去 那如果我们参加的是HMO 指定家庭医生计划 那普遍而言 在今天坐救护车的时候 只有100块钱的一个挂号费口配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医疗卡寄出去以后 可能剩下再回来第二次的账单 我们只需要付100块钱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当我们收到账单的时候 一定要跟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联络 因为看一下保险公司 有没有这几笔账单的资料 因为保险公司一旦有这个账单资料 我们不用付账单上全额的金额 因为我们所参加的保险公司 都会帮我们去跟这些医疗机构 做一个折扣他们的溢价的计划 所以在他们溢价之后的价钱 才是我们需要付的价钱 当很多时候朋友会看到说 这个账单从保险公司来的 说这不是一个Bell不用付 但是还是要注意上面会写得很清楚 我们要付给哪一个医疗单位 在溢价以后的折价价钱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在处理账单方面的问题 感谢观看